在一些宫廷剧中,那些斗争失败的妃嫔常常会屈死冷宫,很是凄惨。 真实历史中的那些女人虽然下场不至于这么凄惨,但结局不美好者也不在少数。 有的人死后多年才被发现,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的马长寨,马长寨来自于雍正后宫,与清朝其他皇帝相比,雍正算是一个比较清新寡裕的皇帝了。 执政期间,一心致力于改革,肃兴业媚,基本上没有什么声色群马之号,甚至很少出过北京城。 据相关统计,雍正后宫虽然有三十名左右的妃嫔,但嫔名以上者仅有八位,她们分别是孝敬县皇后,孝盛县皇后,敦肃皇贵妃,淳义皇贵妃,齐妃,千妃,宁妃,与茂嫔,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贵人常在答应之类的存在。 关于马长在史料中记载的不多,她在雍正七年七月在档案中出现,身份是马答应。 从出封为答应的情况来看,马长在应该不是八旗旗女出身,而是一名来自内务府的包衣女子。 因参加宫女选秀,岳入龙庭,或许是因为马长在多少有点姿色的缘故,或是来自孝敬县皇后的引荐,她幸运地获得了雍正皇帝的宠幸。 招姓之后,她成为了皇帝的女人,不再是低三下四的奴才了。 雍正给她的最初名份为答应,虽然位分不高,但当时雍正却给对马长在比较鲜鲜,经常宠幸于她。 于是乎,就在马长在被封为答应不到半年,雍正便将其封为长在,称马长在。 此时,如果马长在能够抓住机会,或许还能更进一步。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,正在马长在圣宠之时,雍正却生了一场大病。 这场病持续时间比较长,而且还非常严重,以至于雍正都安排好了后事,一直到雍正九年秋才开始好转起来。 然而身体康复后的雍正却有了新欢,她就是同样宫女出身的刘氏。 刘氏胜处之下不断地获得晋升,她还为雍正生下了皇子红艳。 得以晋风为千品,成为雍正晚年最得宠的妃子。 而此时的马长在早已经被遗忘在了后宫的某个角落里了。 不过,以马长在的低微出身,能够获得帝王宠幸,封个长在已经算是不错的局面了。 乾隆继位后,马长在虽身为先帝妃嫔,却没有生下一男伴侣,因此便没有获得尊风。 但身为太妃的她,也住进了寿康宫,与顶头上司孝盛宪皇后住在了一起。 当时马长在身边有三名官女子服侍。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,在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太妃生涯后,马长在病逝于寿康宫。 随后,她的采官被葬使存放于田村并宫。 按照公规,存放一段时间后,一般是一两年左右,马长在需要葬入雍正泰陵妃远寝。 但没想到,并宫官员却忘记了这件事,一直到乾隆四十年,官员才发现马长在仍未下葬。 于是,立刻将此事上奏给了乾隆皇帝。 乾隆知道后,为官员的王护指手而雷霆大怒。 严厉地惩处了相关官员。 夏丽即可将马长在葬入非原寝。 如是,马长在这才得以入土为安。 后继,马长在一生碌碌无为,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不过是直言片语, 但却因为死,才在历史上多写了一笔。 不得不说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啊。 他成为清朝后宫广大无宠妃嫔的典型代表。 接下来是,他虽是皇后,但却只能被迫嫁给儿子, 最后被欠上儿子,指责羞辱自杀。 古十号一直都是封建社会, 古十号的社会是封建社会。 古十号的皇帝就是一整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。 他们说的话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话语权。 皇帝说的话,他们都是必须执行的。 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是有全部的正确命令。 皇帝偶尔也是会犯错误的。 那么,在古代的历史上, 更是有很多的皇帝, 他们是以杀人为乐趣。 有些人呢,还是非常的贪恋美色的。 不过,贪恋美色的帝王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。 大多数的帝王爱慕美色, 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。 他们并不会拿自己的亲人来发泄。 但是,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帝王, 他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我们所说的这个悲惨的母亲就是善皇后。 她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出名, 知道她的人也并不多。 她出生在五湖乱华时期, 当时她的父亲带着军队投靠了刘渊。 刘渊却看到了她父亲身后的善皇后, 于是就非常的喜欢她, 可以说就是直接一见钟情了。 这个善皇后的容貌是非常的漂亮的, 天生丽质, 于是这个刘渊就娶了善皇后当自己的妻子。 从这以后, 人们就叫她善皇后了。 然后没有过多久, 她就生下了一个儿子, 这孩子名字叫刘毅。 后来刘渊在建立起汉国之后不久, 她就去世了。 接着就是她的儿子刘聪继承了王位。 不过在那个时候, 有一个非常奇葩的, 我们现在的人看起来是非常的接受不了的东西, 那就是儿子必须是要继承自己的父亲留下来的东西。 这里面就包括了皇后, 刘聪看见这个善皇后是非常的有姿色的, 所以就把她纳为了自己的夫人。 现在真的是不能直视啊, 毕竟这个是违背了人伦刚常的事情, 但是这些事情放在古时候就是非常正常的。 而且历史上呢, 并不是就这一件这样的事情。 你像是我们的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, 昭君也是在自己的丈夫去世之后嫁给了儿子, 然后第二个丈夫去世后, 又被继承给下一个皇帝了。 这就是古代女子的宿命, 这是非常的悲哀的。 这个善皇后只能被迫接受自己的命运。 后来她自己的儿子刘逸提醒自己的母亲, 不要跟这个刘聪太亲密, 毕竟刘逸从小接受的是汉族的文化教育, 她是接受不了这些东西的。 但是善皇后并没有听自己的孩子的话, 依然是跟这个刘聪非常的亲密, 暧昧。 后来儿子刘逸就直接地指责自己的母亲不检点, 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么说, 还是长期地这么讲, 善皇后自己也是比较为难, 后来她自己也很是为难, 到后来善皇后整日郁郁寡欢的。 可是自己的儿子指责并没有停止, 于是她就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, 也结束了自己儿子的侮辱和指责。 我想其实善皇后也没有做错,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之下, 她的所作所为, 不过是一个弱女子, 为了能够存活下去, 但儿子刘逸也是没有错的, 只是她对自己的母亲实在是太苛刻了, 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。 但是这个结局对于善皇后来讲可能是最好的结局。